習近平最近去蒙古市場的時候 所以看起來壓力就很大了 因為他非常罕見的坦承 說中國的未來 是狂風暴雨驚濤海浪 所以現在搞這個雙循環的目的 就是要讓中國可以靠著自己活下去 這什麼意思 就是中國快活不下去了 所以有不少專家就分析說 習近平的談話裡面就透露出了 未來恐怕中國還會有大麻煩 所以習近平已經在做最壞的打算了嗎 敏寬 到底是有多大的一個風暴 可以讓我們習大大習主席習近平 連說十次的小心翻船 小心翻船 這是一個非常重的一句話 最近習近平他到蒙古去 到了蒙古去之後就談論到雙循環 這個我們昨天已經說過了 但目前全世界的觀察家 看到了習近平的所謂的言語 身體的一個說法之後 他們說中國想要靠自己活下去 暗示美國卡脖子成功 但美國他也很清楚 目前對於整個所謂的中美雙方的話 他們要鬥而不破 所以剛才有跟各位談論到這一次呢 在整個所謂的八月到期十月執行的一個所謂的晶片法案 可能會再寬限一年 那這個寬限一年呢 目前對於中國來說的話 中國他們的低階的 已經會自己做了 但高階的還是要靠國外 但現在中國要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 人家有一句話在說 失多不養債多不愁 可是債很可怕 我們來談這個有多可怕 最近有國際的研究單位呢 就把中國的全部的一個債務做了一個整理之後 這個數字連我都嚇到 我們簡單的來說 目前中國的所謂的非金融債務 什麼叫非金融債務呢 政府借的 地方政府借的 人民借的 不是銀行喔 銀行的錢叫做所謂的叫做帳本債嘛 帳本債就是流來流去嘛 那非金融機構呢 他們就是實際上借的 又起五十兆美金 五十兆美金 五十兆美金 如果按照現在的美國的一個公告利率 中國的公告利率更高 美國現在的落點 落下去已經兩趴以上了 我們用整個最簡單的來算 單單一年一兆美金的一個利息 折合台幣是三十兆 哇 怎麼還 光利息就三十兆台幣 怎麼還 所以現在呢 後面最可怕的事情才剛要發生 為什麼呢 各位剛才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說過嘛 台積電目前那個 砰打出來那個叫序曲嘛 為什麼呢 那個叫攻擊的訊號嘛 那為什麼是攻擊的訊號 因為台積電未來很多的工廠 會陸陸續續完成嘛 那中國砰的這一下呢 砰的這一下是可怕的訊號 因為這個訊號是說 我借很多錢 那我借了很多錢 現在我要開始還 可是我沒錢 怎麼啦 所以廣西開出的第一槍嘛 那廣西開出來的第一槍呢 果然完全符合中國人的特質 三個字 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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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呢 現在廣西呢 他們整個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當中呢 明文的說喔 誰舉的債誰負責 那簡單的說 過去的結構是什麼呢 過去的結構就是 你是國有企業嘛 那你國有企業就是後方 我不管是所謂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所謂的中央政府 我幫你做擔保嘛 所以你在外面 不然你那個奇奇怪怪的國有企業 誰敢借錢給他 那不管是國內的銀行借的錢 還是他去國外所發的 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是 他們在國外發了一堆的債 那這一堆的債呢 各位東東東誰買 壽險公司買的啊 那壽險公司本來是貪圖 他的利率比較高嘛 可是現在呢有可能 如果到時候他還不起債要怎麼辦 所以廣西開槍他就說我耍流氓 他這個耍流氓之後呢 幫中國政府開出一條路來了 反而開出一條路來了 那簡單啊 你看廣西人家怎麼做 廣西他不還嘛對不對 那廣西不還呢 貴州我也說我也不還啊 大家都不還了 那雲南呢雲南說我也不還了 廣東呢廣東說我也不還了 所以各位如果這樣子 惡性循環下去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情 好 今天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那你今天戒的都不還 以後還能戒嗎 當然不能戒啦 所以呢現在這個叫風暴 將至什麼叫風暴 將至呢 廣西開了槍就代表有人 帶頭了對不對 那有人帶頭的 你也不還我也不還 大家都做老賴 這是不是違約潮 那違約潮下去呢 就是死亡漩渦嘛 他就死亡漩渦一直往下滾嘛 所以現在這一槍打下去 後面該要怎麼辦 所以才會出現那種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啊 我在上海我放個 賣個涼皮 涼皮上面放黃瓜 我要罰你五千塊 為什麼呢 第二財政 我第一財政舉不到錢 從第二財政罰單一直開 警察 搶開罰單 那為什麼呢 能撈盡量撈 好 來談盧沙野 盧沙野最近也流氓 那裡流氓 各位都知道 他在法國真的太誇張了 對 他就說 哎呀包括臺灣多學學 學學人家新疆的教育營 可以在法國的公共電視的 直播節目講這種話 好 現在冰冰涼涼了 已經逐出了所謂的外交體系了 但現在呢 想不到中國呢 為什麼習近平會頭這麼痛 你知道嗎 習近平現在的決策圈 有點像侯友宜 決策圈很小 那決策圈很小 旁邊的人東看西看之後 他們就覺得情況不對 所以現在藍營的人也知道 要怎麼 要救侯友宜 很難救嘛 所以現在大家都外面看嘛 那中國 中國很簡單 中國很多裸官 現在想一想 我的身家好不容易 在過去這段時間累積了一點點 我的身家資產 那要不要逃 逃 真的逃 所以很多的裸官呢 現在的資產拼命的 直接轉就轉 不能轉的 三腳轉 沿路跑 想跳船嘛 想要逃離中國 這個是目前裸官的一個狀況 但就在今天 臺灣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情 什麼事 我們先來說 這個是海巡的林姓上衛副所長 他在目前的馬公當海巡官 那馬公先說 馬公正常來說 是沒有所謂的海關 結果就有一條 聖克里斯多福級的一個遊艇 這台遊艇上面 有一個美國人四個大陸人 他們因為這次以所謂的 避風浪的一個名義 因為避颱風馬 他就到整個所謂的一個 亞國碼頭去做停靠 做了停靠之後 四個大陸人 他們其實並沒有拿下 所謂的臺灣的簽證 又起很簡單嘛 秉公處理 他要下船就是不能啦 對啊 當然啦 結果海巡居然放水 放水還跟他說 你好我也好 你們出去記得 時間點要回來 不然被抓 你們要自己負責 現在這位林姓的副所長 上衛副所長已經罰關了 已經罰關了 但各位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沒有簽證 不能夠爽完澎湖 這件事情 要跟全國的海巡弟兄說 這個絕對是不允許的 但中國人有時候真的很爐 這個林姓上衛軍官是不是被爐到 受不了 我們不曉得 這件事我們不曉得 但中國人真的很爐 多爐呢 厲害了我的國 中國的遊客跑到迪士尼去玩 去迪士尼玩之後 玩一玩插隊 插隊都被人家罵嘛 應該啊 大家都在乖乖排隊 你居然說插隊 他居然口出狂言 我有兩百萬人民幣 我要把迪士尼買下來 當場 全世界看到的人都昏倒了 迪士尼真的是太大 太大了 但今天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迪士尼現在 他們要開始往整個網路 串流去走 所以目前要退出 臺灣所有的頻道經營 所以包括了國家地理頻道 衛視中文臺 包括了整個電影臺等等 全部都要撤出 未來沒有迪士尼 相關在臺灣的電視頻道 可以觀賞 但是就請到這個年晃 沒有想到 中國現在稅收收不到錢 怎麼辦呢 竟然是巧立各種 明目罰你錢 真的是要這個 把這個中國的老百姓 吃乾 麻鏡榨乾 就割韭菜 中國的韭菜蠻好割的 我看都快把韭菜打成泥了 已經快變成韭菜泥了 好 先來看中國內需很慘 就是說我們來看水泥 因為水泥大概是所有的 營造房地產跟公共工程必備 你只要有建築就會用到水泥 所以你從水泥的價格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 這個國家的整體的基礎 建設的發展 跟他的這個景氣怎麼樣 這是中國國家統計局 他公佈的數字 三月底以來水泥一頓四百塊以上 一路往下掉 掉到現在剩一頓三百九十三 點九三 跌了十二趴 那你再這樣跌下去的話 這些水泥的廠商也會賠錢 因為市場沒有需求嘛 政府沒錢蓋公共建設 民間的房地產業者也沒錢蓋房子 所以水泥當然就滯銷嘛 很少聽到水泥賺不到錢的耶 對 因為照理說水泥 它是一個你只要蓋房子 一定要用到的東西 對 很多地方都要用到水泥 價錢照理說都是由水泥廠來訂嘛 水泥商來訂嘛 但現在呢中國政府想到一個 他們我覺得中國人很厲害 就是很會創造名字 創造一個叫做錯峰生產 錯峰生產 什麼叫錯峰生產 其實簡單來就是做一修二 做一修三 大家不要同時生產 就是讓產量減少 回歸到經濟學最基本的供需嘛 就我讓供給不要大於需求太多嘛 這樣就不會了 然後那這是水泥部分 另外外資很慘 金融時報最近的報導 中國近年來十大科技公司的市值 增發掉三千億美元 大概就是臺幣九點二兆 三千億美元臺幣九點二兆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以今天台積電收盤股價來講 大概是將近一半個台積電就不見了 他增發掉 而美國同行則增加五兆美元 大概臺幣一百五三兆 這很簡單 大概美國通常光一家輝達就破罩了 一家輝達就打掛你們了 所以呢海外投資者 連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股票 都拋售 為什麼拋售 很簡單 騰訊的老闆叫誰 叫馬化騰 阿里巴巴老闆叫馬雲 這兩個都被財產充公了 所以當然他們的股票 就不會有人投資 所以一個駐香港的股票分析師 就說摩根大通 去年把中國互聯網股票 貼上不可投資的標籤 現在看起來摩根大通真有先見之明 真的 所以你如果去年沒聽他的去買的話 那就很慘了 真的慘兮兮 好那我們再講搬錢搬錢 搬錢大概就是一個形容詞 但是現在中國的網友們 中國民眾真要搬錢 把錢從A銀行搬到B銀行 所以呢 可是最近你會發現 幾家大銀行 特別是國銀的大銀行 他們的存款利率都降到三以下了 現在排高利率大概剩二點五以下 所以其實蠻低的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銀行裡面存的錢太多了 你在這個利息下去 銀行受不了 因為沒有投資管道 對 根據他們的去年住戶存款 中國的央行數據 去年住戶存款增加 十七點八四兆 比前年增加九點九兆 這個增幅很可怕 很可怕 不敢花錢 對二零二三年 第一季存款 這個住戶存款增加九點九兆 佔新增存款裡面佔百分之六十四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敢花錢 也沒地方投資 對 就把錢存銀行 可是你所有的錢進到銀行的時候 銀行我手頭的資金太多 我都給你那麼高利息 我吃不消啊 所以呢現在降息 結果降息怎麼樣呢 他們現在有一個叫做跨城存款 什麼叫跨城存款呢 一位住在這個上海的這個紹興的海小姐 他不到三十歲 他公司二零二一年大規模裁員 差好幾個月沒收入 但是現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他重新有一些積蓄 所以當然要斤斤計較 就算只差零點五 趴我也要計較 對你知道他花兩個小時的車程 把從浙江紹興到上海去存款 開車開兩個小時去存款 然後呢他發現哇不得了 他去到上海之後發現 蠻多人像他一樣的 就大家把錢搬到利息比較高的銀行 雖然你就數學理性上來講 除非你錢很多 要不然真的差別不到 可是對他們來講 心理上的安慰 心理上的感覺是對的 而且你剛剛講的對 我現在錢這麼多 我沒有地方可以投資 我投資股市 中國現在股市 這個一路狂跌 墜入熊市 我要投資這個房市 這中國的房市現在能買嗎 所以那個錢怎麼辦 我現在消費萬一我國家垮以後 我沒錢可以花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危機感 就放銀行 所以連那銀頭小利 大家都要斤斤斤斤 好來看割韭菜 這個韭菜已經快打成韭菜泥了 黃瓜絲涼皮 這道菜 尤其現在天氣熱 很多人應該愛吃 涼拌菜嘛 很舒服 吃起來很舒服 爽口對不對 上海一個餐廳呢 他就天氣熱嘛 賣個黃瓜絲涼皮沒問題吧 是啊 罰錢 罰五千塊人民幣 我的媽呀 這個幹嘛罰錢還罰五千塊 台幣罰兩萬多 快一盤小菜 又齊你知道要賣多少盤才能賺兩萬二台幣 不過是個涼拌 為什麼罰不衛生嗎 為什麼呢 不是 因為政府發現理由是說 因為你的營業項目叫熱食類食品 製造跟出售 黃瓜絲涼皮是涼拌菜 所以你不准賣 太瞎了 我跟你講我要是餐廳老闆 那我把黃瓜絲拿進去炒熟桶可以吧 炒一炒放冰箱出來還是涼拌菜 真是太瞎了 結果呢這個貼文 他當然被罰就覺得很瞎嘛 這也罰 就上網就貼了嘛 結果群情激憤 一噴被點閱九百五十萬次的貼文寫到 如果想罰你甚至加醋也不對 因為加醋你沒有許可啊 對喔 而且醋也沒加熱啊 所以真的在中國開餐廳現在蠻辛苦的 辛苦的不只餐廳老闆喔 開卡車 開卡車夠辛苦了吧 上個月一個河南的卡車司機 因為他質疑地方政府的過棒設備 準確度 因為操縱會被罰錢 上了媒體頭條 他因為超過這個債重限制 一再被罰 過去兩年接到的罰單 總共一百一十七萬臺幣 兩年一百一十七萬 平均一年大概快六十萬臺幣 請問卡車司機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對啊這樣他還要活嗎 你不是逼他跑路嗎 他把卡車賣給你 也還不了罰款 這離譜耶 這就是割韭菜嘛 很清楚是在割韭菜 政府沒錢從人民口袋裡面搶 你又不能怎樣 而且還亂罰一通耶 你又不能不繳 不繳他強制執行嘛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單單現在中國地方政府 不只是單一個案 大家都是罰款在創造收入 廣西一個省 過去一年開罰收到一百三十億人民幣 廣西才多少人啊 才多少人啊 一年可以罰款收五百六十億臺幣 然後呢 暫稅收多少趴 十四趴耶 而且你違規就算 你罰的消磨太不合理啦 除非你告訴我 廣西人都不收罰 要不然你說一年罰款要收到 暫稅收十四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我跟你講這如果發生在臺灣 那個縣市收到一定被叫去議會罰站 那一定啊 我面電賣個涼拌罰我兩萬多臺幣 對啊 然後呢高於二零二一年的九趴 加州大學中國銀行政策專家 叫史中翰 他就說 這是一種絕望的表現 任意罰款掠奪性的行為 把中小型企業趕跑 因為中小型企業受不了你的罰款 那你中小型企業跑了 中國經濟只會變更差 更差